欢迎来到404大案馆 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 而且我祝大家今天好运能够被点中拔问 谢谢 我愿意回答大家的问题 我愿意回答记者朋友们提出的问题 2024年3月4日5日 一年一度的中国两会在今召开 在3月4日的新闻发布会中 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新闻发言人楼勤俭表示 今年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闭幕后 不举行总理记者会 如无特殊情况 本届全国人大后几年 已不再举行总理记者会 在取消总理记者会的消息发布后 经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测试发现 3月4日当天下午 一篇由网易新闻于几年前发布的文章 总理记者会的前生惊事便遭到删除 而该文立即遭到审查删除 也可体现当前中共对言论的极度管控 文章中作者这样写道 作为两会的休止符 总理记者招待会已成为各界对两会议程的最重要期待之一 是不可错过的重大事件 中国政府首脑举行记者会始自周恩来 但是从制度上予以规定始自1987年 1988年是人大新闻局成立以后的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也是换节之年 中央电视台开始直播两会结束之后的记者会 当年4月13日下午 大会闭幕之后 应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发言人曾涛的邀请 新当选的国务院总理李鹏和副总理姚依林 田济云 吴学谦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了 有400多名中外记者参加的记者招待会 但资料显示 彼时总理在两会结束后参加记者招待会 仍是以国家领导人身份 直至1991年4月9日 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 第一次以总理的身份参加两会结束之后的记者会 至此 记者招待会的规格与级别均达到了一个高峰 1992年3月20日至4月3日 七届人大五次会议召开 这期间 邓小平南巡实际上已成为两会代表和中外媒体关心的焦点 但当时 南巡之事和邓小平谈话精神尚未正式公布 这一年 总理记者会没有举行 成为这一惯例开始以来唯一确辱的一次 之后 从1993年开始 两会闭幕后 总理举行记者招待会予以常态化 制度化 而与会的媒体则是从600家到800家不等 每年的记者招待会上 中国的经济发展走向 人民币汇率 西藏问题 台湾问题 中美关系问题 中日关系问题 人权问题 香港问题 以及总理的自我评价等 都是记者们最关心的问题 李克强 温家宝 朱镕基首次亮相时 都会被问到一些个性化问题 比如 李克强就被问到 从政生涯一路走来 从最基层到最高层 您个人的情怀问题 李克强说 在我个人的经历 在读书 做事 文化熏陶当中 悟出一个道理 就是 行大道 名为本 立天下 这九个字 不是什么点击的原话 是我的心得 我坚信 做人要正 办事要功 才能立国立民 温家宝也被问到 如何评价自己的工作风格 温家宝回答 在我当总理以后 我心里总默念着 林泽徐的两句诗 苟立国家生死矣 岂因祸福必屈之 这就是我今后工作的态度 朱镕基被问到 人们称您为 经济沙皇等 您对此有何感想 在您的铁腕政策之下 我们知道外传 在您进行机构改革 或者说 在一些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当中 宏观调控的过程当中 也有一些对您家人的 一些不方便和困扰 想请您谈一谈 您在进行改革过程当中的心路历程 有没有曾经想过沮丧 想要放弃过 对于外界 叫我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也好 叫我经济沙皇也好 叫我什么东西也好 我都不高兴 我目前 我的思想非常当纯 从这一次人大会上 人民代表 我自己赶到了这个任务的坚决 我现在非常的 惶恐 就是怕辜负人民群众 对我的期望 但是 不管前面是地雷寸 还是万丈深渊 我将 勇往直前 义无反顾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尽管 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 日趋严峻 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 但我们依然可以看到那些不服从的个体 顶着被删号 被约谈 甚至被监禁的风险 对不公益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数字时代 在404文库栏目中 长期收录这些被当局审查机制删除的声音 中国数字时代CDT 致力于记录和传播中文互联网上被审查的信息 以及人们与审查对抗的努力 欢迎大家通过电报 Telegram平台项目投稿 为记录和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 做出你的贡献 投稿地址 请见本期播客的文字简介 阅读更多内容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cdt.media